欢迎来到404档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中国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提出建议 中小学加强人口国情教育 树立正确人口观 生育观 该建议引起网民热议 微博话题建议中小学加强人口国情教育登上热搜 在知乎上 作者魏春亮发布专栏文章 生孩子的主意打到了中小学生身上 文中写道 一 生育孩子的主意都要打到中小学生身上了 80后和90后是耗不动了吗 二 要让中小学生从国际层面了解我国人口现状 明白人口规模 人口结构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 所以 是要告诉我们的孩子 人口规模减少 人口结构失衡 都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生孩子吗 所以 这是要从小PUA他们吗 三 以前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现在要变成为中华之崛起而繁衍了吗 四 什么样的生育观是正确的 什么样的生育观是错误的 多生是正确的 少生或不生是错误的吗 请直接说出来 五 可我记得 以前墙上都是写着 只生一个好 少生幽生 幸福益生 倡导一对夫妻生育一个子女 现在又说 多生是正确的了 是吗 所以 所谓正确生育观和错误生育观 都是你们嘴一张嘴一臂的事 对吗 六 一边 任何和性稍微沾点边的东西 都被视作洪水猛兽 一边 又要教育中小学生 要为国生孩子 禁止早恋 却催着结婚 这么搞 不怕精神分裂吗 七 我看这个代表 也没提性教育啊 所以说 是要让中小学生 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但就是不给他们进行正确的性教育 是吗 八 我们的孩子真苦逼 不但要承受学习上内卷的压力 还要从小就负担起整个民族国家的责任 还是个孩子 就要被催着树立正确的生育观 赶紧长大好生孩子 感情 孩子存在的唯一价值就是生孩子 所以 孩子只是人口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工具 是吗 九 如果这个提案真能施行 希望不要被家长举报还有性暗示 十 救救孩子 尽管 中国对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是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装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央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Telegram的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作出你的贡献 通过这支 请见本期报告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